AutoLabel調好之後 基本上在5000比例詞的時候 可以看到這些 圖上的 斷面編號 調完之後 去切換到Label Layout 這時候就是屬於局部的 所以在這個地方點選之後 去把那個 局部的這個 把它 載進來 Copy進來 然後按Ctrl V貼上 這樣的話 這裡就是屬於局部1 就是愛河的上游的部分 的重域 重域的部分 好 然後再來調整 調整這些 Langin的大小 不夠大的話 要調大一點 好 比例子的部分 也要調整 比例子的部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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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 彼此的部分,回到view,再去查一下 view里面property,要不要选好 好,选好了之后呢,目前就是用米为单位 好,那个比例词大概调整一下,让我们知道说大概多少距离是多少公尺,这个图上 好,完成之后呢,就可以做输出,做输出,那要save as这个1,然后呢做输出,输出这个是局部1,好,那其他的就一样画葫芦